好 另外来看到就是国民党内第一民调的风波 那么台北县长周习伟就痛批说 这是党内有人是一再的放话 放出这个假民调的休息来修理他 昨天晚间党主席吴伯雄就回应了 说党中央的确是有做过六七个 有关周习伟不同内容的民调 他强调说绝对没有泄露出去 而且这些民调当中差距很大 也有周习伟已经赶上去的数据 国民党党中央到底有没有放第一民调讯息 扯台北县长周习伟后腿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对他是鼓励有加 鼓励有加 跟你报告是不是民调泄露出去的这件事情 我想没有人泄露吧 吴伯雄否认党中央会有人重伤周习伟 不过吴伯雄坦诚 党中央的确有做过六七个有关周习伟的民调 我们有六七个民调 这种不同的内容 最近做的民调 发现周县长的宪政的成绩慢慢显现出来 我相信周县长这几年的所下的宪政的功夫 应该会逐渐凸显起来 吴伯雄这番鼓励的话难道是讲给周习伟听的吗 我们做了很多 参举很大 差别很大 我相信也有民调 周县长已经赶上去了 吴伯雄除了否认党中央泄露民调 相反的还主动报更多民调的料 为周习伟打气 无非希望将这场民调风暴降到最低 中央新闻黄明军委官的台北 综合报道 向我一下